你以为错过是遗憾,其实可能是躲过一劫,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 好的爱情是你透过一个人看到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 这样的错过其实是一种解脱,解脱的不只是现在,更是未来。 因为在爱情里,你错过了,别人才会遇见,别人错过了,你才会得到。 你要相信,对的人兜兜转转,终究会相遇。 哈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夏恩心灵塔罗。 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就是想为大家预测一下,什么时候才会脱单,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牵上某人的手,一起去看四季轮回。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首先会看一下,你们的爱情能量是怎样的, 身边有谁在默默观察你,喜欢你。 请宇宙给予我们指引,脱单时间预测,以及对方会是什么能量的人, 你和他之间的未来会有多幸福。 他给你的是一份有归属感的爱情吗? 这个频道的所有占卜视频均是不限关系,不限时间, 无论你是否单身,何时点进本质影片, 都可以选一组与你的能量有连接的选项进行占卜。 那如果说你对今天的占卜视频感兴趣的话, 在正式的选牌之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领取好运四个字来收取能量, 祝福大家都能够领取好运,迎接宇宙为大家安排的浪漫恋情。 好,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是有三组的选项, 从左至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 接下来请静下心来,用直觉去感应这三张牌各自的能量, 选择出跟自己最有连接,最有感应的牌卡。 还在犹豫的朋友,不用着急, 稍后会留下一些时间给你们做选择。 已经做好选择的朋友们, 大家所选牌组的时间节点, 就在视频标题下方的说明栏里, 点击对应的时间分组选项, 就可以和我一起进入到抽牌解牌环节。 我们等一下见。 见惯了量产的温柔, 所以对笨拙的真诚格外心动, 我心因你另称宇宙, 再难臣服俗世春秋。 哈喽,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呢,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脱单呢? 好,这张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然后因为指示牌卡是仅作为选牌使用,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 接下来我们就是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看一下第一组牌朋友, 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会是如何的。 那我们呢,一共是抽三张的牌, 作为能量对应牌卡。 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抽牌。 好,我们这里抽到了审判牌。 审判牌,再到这里的话, 我们第一组朋友们最近感觉还是蛮忙碌的。 好,以及说圣杯三, 圣杯三应酬上的一些事情会偏多一点。 好,以及圣杯十。 这组朋友们,你们的一个最近整体的感情的起伏感, 我会看到蛮重的, 就是你当下需要面临的很多的事情, 之所以会让你比较纠结, 或者说是花很多心思去投入其中的事情, 为何你情绪, 以及说人际上面的一些事情相关。 但是因为出现的圣杯牌的话呢, 它是我们的圣杯三和我们的圣杯十。 所以它的一个牌让我看到我们第一组朋友们, 其实你们整体的一个能量偏向于说是好的一些事情。 就是可能最近会有人为你庆祝啊, 或者说最近有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好朋友。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喜事发生, 你可能要去参加身边某个很重要的人的一些喜事, 比如说是结婚, 有宝宝,或者说是升学, 或者是乔迁之类的一些喜事啊, 它是一个大家庭的能量。 或者说你最近跟某一个人, 某一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连接非常的紧密。 而且圣杯三的话, 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们, 最近是不是跟某些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里面, 或者说你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 这里说实话让我看到了一部分融合的能量, 以及说新的一个融合的能量。 对,它不是一个在旧环境当中, 可能你的一个现实当中的身份, 或者说是物理距离上的移动, 也可能说是周遭的人际关系, 有发生变动, 身边有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或者说是你进入了其他的一个新的环境。 当然也有可能会是搬家, 以及说呢你会是换工作等等, 或者说结交到了一个, 觉得挺投缘的朋友。 朋友的话呢, 我们是不限制他一定要是我们现实当中的人, 可能会是你在网络当中认识的某些人。 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来看今天的视频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能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心动对象, 然后已经想要和他达成某一种关系或者状态, 心里怀着某些的期待来看今天的视频。 但是这里的话也有审判牌, 审判牌的话可能会对应到有一部分朋友, 你心里想的某个人, 你想要跟某个人之间达成的那种关系啊, 它可能会是稍微隐蔽一点, 可能会涉及到家庭的能量。 还有的话呢, 可能显得说是和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之间的恋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的话, 审判牌它还会代表着接受过去, 过去一个过去式就是彻底把它放下, 然后迎接新的一个状态, 可能你要迎接的是打算自己脱离掉一个有毒的感情关系, 进入到一个新生的刚刚有分手, 甚至说有离婚的朋友, 你们的话现在成为了一个新的自己, 所以你是蛮渴望说感情上有新的人事物可以填补一下的。 我看到你的心就像这一张, 我们可以看审判牌的, 就是像一个心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 所以你是需要一些爱的能量, 把你心中的这个伤痕给填满, 或者说你已经完全的放下了过去, 对于你来说, 你离开就是一种就说, 你已经对过去没有留恋, 而且说已经靠自己的力量呢, 把自己疗愈好了, 对, 所以这里可能会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 有些朋友你是需要新的爱情去疗愈自己, 有些朋友结束一段关系, 结束跟某个人之间的连接, 对于你来讲就是最大的一个好消息了, 那我由衷的为你们开心去为你们祝贺, 然后还有的话呢, 其实审判牌也是代表着说, 我们第一组朋友们最近可能处于你们人生意义上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你们最近做的决定, 或者说要考虑的事情可能会跟你未来的最少是一年, 最多的话五年十年, 它都有一定的关联度相关度, 甚至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三年为一个期限, 四年为一个期限, 这样的一个能量, 然后以及说最近应该有发现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和过去是不一致的, 某些人你之前对他是怎样的一个看法, 然后当下的话, 最近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最近对他的看法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也会代表着说最近第一组朋友们, 你们的能量有一个非常彻底的觉醒, 通过是看某个人, 所以对你产生了一个很震撼的能量, 然后你会触发了你这一次的觉醒, 然后要么说是你最近觉醒之后, 对很多人失误的看法跟过去是不一致的, 不一样的一个能量, 我觉得你们这里有新生感, 你们可能说刚刚结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真的结束某些事情对于你们来讲就真的是一件很好的消息, 可能说之前的时候工作是很忙碌的, 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即使说你是想要进入到一个恋情的状态里面, 但是你很忙, 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持住自己在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是维持跟某个人之间的能量连接, 那现在的话我觉得你是已经不再那么的忙碌, 所以有放松的能量在这里, 由衷的为大家高兴,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变动, 其实都是一个好消息到来的预兆, 我们的生活不断改变, 有新的能量进入, 才会说我们的生活不会是一瓶像死水一样毫无波澜, 对它动起来的话, 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跳板, 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去提升自我, 好, 然后我们来说这一组朋友们的星座, 水元素的能量很强啊, 水元素能量会强的话, 就有巨蝎, 天蝎, 双鱼, 以及说这里会有一点点的金牛的能量, 很少, 但是也是有, 好,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能量对应的部分, 如果说星座的地方, 星座的地方没有跟大家匹配到的话呢, 大家可以说是具体的去参考能量的部分, 因为星座只是一个补充, 并不是说所有, 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星座, 那过于的笼统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用一副神语卡,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们, 你们当下整体的一个爱情能量是如何的, 好, 我们来抽两张牌看一下, 哦, 真的有一种新生感, 所以这组朋友能量上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很纯净, 就是你可能说真的最近有一些觉醒的力量, 看到你的能量让我觉得说没有很多的杂质, 你已经就是做好了准备迎接自己新的生命, 新的生活的一个到来, 对, 很纯净, 你当下所释放的能量是目前一段时间内, 让我觉得你是最需要去, 要么说是你很需要进化, 要么说你已经就是脱离了, 结束了这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 对, 它可能是个进行中, 或者说你很需要, 嗯, 还有的话呢, 我也觉得这组朋友, 其实你们当下的能量给我感觉说是很微妙的, 非常的玄妙, 我觉得你们最近肯定获得了什么样的一种人生智慧, 或者说是起立, 真的你们, 我会偏向于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已经觉醒后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非常纯净的能量, 让我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今天第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的, 和你们走到一起会是我今天很, 一整天的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好, 我们再看这里, 嗯, 那我们抽到这两张牌, 让我感觉到我们第二组, 啊, 不好意思, 第一组朋友们, 你们的能量是怎样的, 我觉得你们是有一定的信仰, 要么说你们是信奉爱情的, 你相信爱情给你带来的美好, 相信爱情可以改变你, 相信爱情可以让你获得成功, 要么说是你们是信仰着某一个神明, 可能每一个人对应的不一样, 但是你可能是有信仰的, 所以我也会觉得有信仰的人都是有幸福的, 是比较幸福的, 就是当你的生活当中, 真的存在着一些大风大浪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心是有寄托的, 所以说有信仰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能够去帮助我们, 而且说确实宇宙的力量能够去帮我们在迷惑的时候获得到一把钥匙, 会是能够让我们对于说即将发生的事和我即将发生的事有一种稳定感, 以及说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那种恐惧感, 有一个平复的能量, 那然后我们再回归到说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爱情能量, 其实这两张图让我觉得你们的爱情能量很近, 对爱情能量很近啊, 但是你可能说第一张的话是处于一个被疗愈的一种状态, 那如果说是被疗愈的朋友或者说迫切, 你当下觉得自己很糟糕, 那你的爱情能量可能是属于那种稍微敏感一点的, 对, 因为大家可以自行的参照一下自己的能量, 如果说你当下觉得自己很平和呀, 我可以随时开启一份是很投入的恋情的话, 那你其实就会很快, 很快你就会获得到这样的一份钥匙到你的手上, 但是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能量是需要去进化的, 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工作当中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已经是有一点把你的能量去透支, 有很多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是需要你去面对的, 你会有一种说想要去得到喘息感的状态的话, 那可能你的能量就还是, 你的爱情能量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有能量的磁场, 然后当你是处于一种很疲惫, 或者说你周遭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时候, 你会吸引到的是同等能量的人, 但是如果说你周遭的能量磁场是很干净, 然后散发的讯号也是很单一, 很单纯的话, 你吸引到的人也是会跟你很类似的,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抱怨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些不公平的能量想要去向某些人倾吐的时候, 你会发现能跟你说到一起的人, 他一定也是心里有一肚子的苦水, 这就是因为能量的一个互相吸引, 所以为什么经常会要讲跟大家说要净化自己的能量, 真的是我们能量是处于一个很复杂呀, 或者说围绕着我们的人, 他干扰着我们, 对, 他不一定是伤害我们, 但是他的能量磁场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向积极的推动力量的话, 那你只能和这样的一个人打交道, 对, 我觉得我们是第一组的朋友, 你们也是很在意自己喜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人,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你的能量磁场非常的吸引人, 但是你吸引人的话, 你不一定就是说想要任何人都能够去进入你, 你会更在意说是对方的一个能量是否让你觉得说比较容易接受, 或者说是你觉得跟对方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我觉得第一组朋友确实能让我看到, 你们对于外界的变化是能够很敏锐地察觉的, 有一些细小的变化就能够在你们心中泛起一定的涟漪, 你们应该是很在乎周围人的, 很在乎周围的一个人, 而且说会从一些细枝末节的角度当中去看很多的一个事情, 然后做思想上的延展, 以及说你也是一个比较周到的人, 你在帮助有些人的时候, 或者说跟某些人之间相处, 你不是说表面上去客套一下, 表面上随口说一下的方式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你真的想要去帮助某些人的时候, 是从内心当中很真诚地去为对方出谋划策, 给对方一些很真诚你觉得很有用的意见, 你就会去给到他很会照顾他人, 很会关心他人, 然后这样的朋友的话, 我觉得作为你们的朋友是很幸福的, 但是我会觉得你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因为你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的烦躁, 对, 所以我们还是适时地让自己的能量处于一个有收, 有向外散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说一些人的话, 他经常是需要我们源源不断地向中间去, 向他那里投放一些能量的话, 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好像是在吸收你, 消耗你, 虽然我们交朋友之间不能说这么的功利, 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需要去得到好的精神能量来源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人其实真的很喜欢和你接近, 很舒服,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在这些很信任的你的人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觉得安心, 觉得安心, 但是你还会会有一些说情绪上的有一点点不耐烦, 有一些能量会让你觉得躁动的,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枯竭, 就是有一种情绪不止, 一直在去消耗这样的能量, 然后我也会觉得第一组朋友, 你们的爱情能量其实很近, 然后具体近到什么程度, 我们等一下也会说是用雷诺曼具体地做一个时间上的预测, 我觉得你们是很容易去被别人喜欢上的, 你整个人的慈善都是一种很受别人关注, 别人会觉得跟你一起很舒服, 但是你不一定说是喜欢那些人, 你只是说向他们散发出了好意啊, 或者说是有好程度, 只是说你作为一个正常朋友, 你觉得你应该释放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吸引别人, 但是你对自己喜欢的人, 或者说你想要跟他有情感互动的人, 你对他要求还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然后我们用雷诺曼看一下你们的这样一个脱单的时间吧, 对, 看我们的爱情什么时候才能够去移领着我们脱离单身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这里抽到了花园牌, 花园牌的话, 我觉得你们接下来感情当中要进入的人还是蛮多的啊, 很热闹, 而且说甚至是跟你来讲啊, 跟你来讲差异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因为它是代表着说开放性, 当我们这个你遇到的人是需要你用这样的一个状态去相处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再来说啊, 你跟对方之间的能量是需要一定的融合的, 然后我们看看, 好, 这里我们还抽到了塔牌, 再来抽一张牌, 我们一起来看, 好, 我们抽到了鱼牌, 抽到了这三张牌, 看我们的一个脱单时间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脱单时间, 对, 有些朋友很快, 在四月份, 四月份, 十月份, 嗯, 七月份, 这几个时间可能是你们的一个脱单时间, 对, 和什么样的一个人脱单会进入到恋情当中呢, 嗯, 我们等一下还会去看, 然后这样的是你们的一个脱单的时间, 时间的一个预测, 对, 因为花园, 花园的话, 我觉得你当下的能量, 你已经吸引了很多的人存在于你的身边, 存在于你们周遭的一个能量磁场当中, 但是你的话呢, 因为到这里啊, 它有一个塔牌在这里, 就是你会是一种在感情当中很被动, 你在暗暗地观察着, 观察对方, 其实也会是对方在观察你, 在好奇着你这样的一个存在, 然后鱼牌也就代表着说, 你当下能够感觉到有些人是喜欢你的, 但是你的一个目标感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你喜欢的人, 或者说你会有一种怀疑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 我会觉得第一组朋友其实当下喜欢你的人很多, 但是你的话呢, 更多是处于这样一个高塔里面, 你把自己的能量封锁住了, 或者说是你是很忙碌的, 为了工作, 一直在工作和事业, 然后为了工作和事业花很多的时间, 甚至说你的能量是不稳定的, 经常需要去出差啊, 去跟客户周旋, 甚至说下班, 没有一个固定的下班时间, 对, 这里可能会有创业的朋友, 就是大概在于大家都在休息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 你更多的时候还是在一个工作状态, 别人休息的时候你还在工作, 所以说这个脱单这件事情啊, 你内心当中是想要去脱单, 但是对于说是跟谁脱单, 或者是跟什么样类型的人脱单, 你会有一点犹豫, 你们没有一个说特别清晰的答案, 甚至说有些朋友心里是觉得当下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你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也很开心, 觉得自己当下的话没有什么说让你有那种想要脱单念头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一个说让你有脱单念头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你是一种观望的态度, 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谈恋爱可能会有一点麻烦, 然后我也觉得这组朋友啊, 花园以及塔牌和鱼牌同时出现的话, 我觉得这组朋友在感情当中你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 但是你会希望对方就是要对你好, 他对你好的话你就觉得比较的满意, 你现在更倾向于说是得到的爱情是来自于对方付出更多, 或者说对方更主动一点, 你会是看对方的行动, 然后才会去自己有所行动, 我觉得你们不太像是那种主动寻找爱, 以及说主动的进入爱这样的一类人, 更多的话, 我觉得你很容易在感情当中处于一个隐藏自己, 或者说希望别人主动去照顾你, 甚至说你希望别人照顾你, 但是你内心还有一点不愿意说, 你希望对方主动的做很多事情, 然后你主要是出于一种不愿意暴露自己内心脆弱之处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你说了你需要对方照顾, 那显得好像你在示弱, 所以你不说, 你不说的话你又想让这个人多多的照顾你, 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状态,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你最近也接触了一些人, 尝试对一些人发出那种友好释放的一个能量, 但是的话呢你会觉得说跟他之间相处着, 然后浅浅的进行一段时间之后, 对方好像就不是适合你的那个人了, 你跟对方之间好像就是在一开始你觉得他对你好, 或者说他符合你的某一种预期, 然后你就跟他一起暧昧一段时间, 或者说浅浅的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 但是逐渐会发现这个恋情啊相处起来, 这个人相处起来这段恋情进行起来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很多的目标感, 他就有的时候显得节奏感不是很稳定, 没有在你期待的那个很快速进行的状态的时候, 很期待他快速进行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快速的推进, 他反倒是在你很忙碌的时候, 你没有很多精力去顾及这段感情的时候, 对方反倒在退一退, 让你有一些措手不及, 对, 这是让我看到你们爱情上的一个能量, 那所以有些朋友其实最近的话身边人还蛮多的, 好, 拖滩的时间那我们也做过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用塔罗牌看看这个人,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 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能脱单, 以及说有些朋友可能在听了前面, 我说你们身边有很多人喜欢你们的时候, 满头子, 满满头子, 说错话了, 满脑袋的问号, 就是觉得我现在身边, 我现在就是一个塔牌, 我处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我的工作不需要跟任何人有过多的沟通交流, 我的生命当中也没有新的人进来, 这是不是不是我的能量呢, 我觉得这里的塔牌的一个意义, 它其实会对应到两种状态, 一种是你被动的, 当别人去追寻你, 观察你, 然后向你施好的时候, 你把自己隐藏在这个高塔里面, 不去向外发展,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 你的这样的一个被动的, 待在塔里面的能量, 就来自于说, 你确实工作上的一个交友圈啊, 交际圈啊, 它与人之间有连接的, 或者说互动的一些次数, 时间, 它的体量感是非常小的,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们, 四月份, 以及说十月份, 还有七月份, 这样的几个时间,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吗, 不管说是你有任何的疑惑, 觉得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吗, 大家可以相信宇宙的能量, 它既然安排了, 这个时间节点, 对于你来讲, 就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抽牌, 看对方, 他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 好, 第一张牌来得很快啊, 全账三, 全账三这个人的话, 要么说他在工作当中, 呃, 处于一种在调整的时期, 要更换阶段, 所以他当下会是一种, 比较忙碌的状态, 那当然也会代表着说, 这个人他可能是在创业, 也有可能他是身上有副业, 这样的一个人, 嗯, 还有的话呢, 我也觉得, 全账三再到这里, 这个人是有一种潜力股的能量, 就是你跟他走到一起的时候, 他可能不是一个, 呃, 这种非常有钱, 或者说非常有才华, 或者说是整个人比其他人厉害很多, 但是你跟他深入交往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人, 他的内在品质是很优秀的, 以及说他对于自己是, 要求很高的, 也是愿意去吃苦的, 未来的话, 这个人有很强的一种能量, 让我看到, 嗯, 未来他是有所收获的, 然后以及全账三出现在到这里啊, 嗯, 对方这个人, 嗯, 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创业初期, 如果说他是创业的话, 他正在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 然后他的工作呢, 可能会和运输, 实体, 建造, 呃, 海洋, 嗯, 以及说动物, 动物相关的一些行业, 对, 这是他的工作属性啊, 好, 这是权杖三给到我们的一些能量, 好, 我们现在继续抽牌, 看看还有哪些讯息给到我们呢, 对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 好, 这个特质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对感情也是一个很容易去付出真心的, 他爱的话呢, 也让我看到这个人确实爱得很真挚, 是一个爱得很用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可能说是去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怀揣着一种很美好的看法, 对, 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成熟稳重的一个类型的, 成熟稳重类型, 然后他也会是一个在恋爱当中经历过一些, 所以他会表现出的是圣碑的歧视, 而不是说权杖歧视, 或者说是那个保健其实很快速的一个能量, 再加上说这人的一个性格, 我也觉得说是比较稳重的, 比较稳重, 然后他做事情就不会说非常的快速, 那可能他当下已经出现到了你的生命当中, 然后你会觉得身边还是没有人喜欢你, 是的, 这个人的话他会是一种啊, 稍微显得被动一点, 慢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以及圣碑的歧视, 我会看到这个人其实向你走来的时候, 或者你跟他一起进入这个恋情当中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稳定感, 你不会有很多的慌张感, 他跟你之间的情绪连接, 我觉得是比较强的啊, 因为圣碑其实他有一种敏感的这个情绪上面的能量, 就是说对于你心中所渴求的, 渴望的一些想法状态, 他其实知道的都比较多一些, 是一个能够去感受到的, 很到位的, 其实这组朋友, 我们第一组朋友, 我觉得你们是身边有朋友的, 有人陪你出去逛街啊, 吃饭啊, 学习工作啊, 或者说是打游戏啊, 其实都有人, 但是你们其实还是有一点孤单, 就来自于很多时候, 你没有办法看到某些人, 他是能够在精神上给你一定的力量的人, 对, 然后我们又抽到一张牌, 还是和圣碑相关,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他一定是在你们两个人互相走到一起, 是因为三观, 是因为这个两个人对于爱情的一个看法呀, 甚至说是两个人对于未来的某些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我们抽到对方的话, 他一个啊, 属元素比较多, 就是这个人用情很深, 然后同时的话, 也就代表着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连接, 是非常紧密的, 我觉得我们这组的朋友, 你们是非常渴望自己是被人理解, 被人理解的话, 不是说别人要像这个捧着你们在旁边, 说你们很好很好, 而是说你希望对方是一个能够去懂你, 知道你的痛点, 以及说愿意说在你真的某些事情非常不想面对的时候呢, 给你一定的鼓励, 或者说他会告诉你不要再去计较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这个人圣杯牌很多耶, 那还有的话, 这个人我觉得他走到你面前的时候, 其实心里会有一种对你很真挚, 会觉得重新开始这样的一个能量, 付出的话, 你看我们这里抽到了心弊的试者, 这个人为你的一个付出, 我觉得偏向于是很稳重的, 他不会给你画大饼, 或者说是给你讲一些你觉得不可能出现的一些, 未来的事情, 我会看到说这个人给你的承诺也好, 以及说给你之间有陪伴的时候, 都偏向于说是话说的不是很多, 但是你会感觉两个人精神连接上是非常强, 以及说非常紧密的, 心弊的试者, 好这里还抽到了心弊五, 这个人他能够跟你一起去度过难关, 然后尤其是说我们刚才也说过这个人是有一个潜力骨啊, 你跟他一起度过某些难关, 或者说你在某些事情上跟他走到一起支持着他的时候, 他会真的有很多的力量去面对他生活当中的难题, 以及说对于未来的话, 他会产生一种新的冲动, 就是他人生当中也是有起有福的嘛, 他在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困境的时候, 有一种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你的一个出现其实能够去把他往那个好的方向去走, 然后有目标的一个方向去走, 对, 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你们是有共同工作, 甚至说是共同了一段比较困难, 比较辛苦的一个时光, 再去陪伴着的, 如果说是当下你们没有走到一起的话, 我觉得未来你们还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你们的话是你们不太会去拒绝人, 就是这个人哪怕说他当下是处于一种很辛苦的一个状态里面, 还没有说是那种很自由, 或者说是没有那种很负责的状态, 你是愿意陪着他的, 你们是不会因为一个人有钱或者没钱就决定陪伴着他, 或者说是离开着他, 你们更多的话, 喜欢一个人, 靠近一个人, 支持一个人, 都是来自于你内心当中很真挚的, 很怎么说呢, 很认真的一个决定, 你们其实很单纯, 在人际关系当中, 我觉得你们是很灵活, 也是蛮会处理问题的, 但是遇到爱情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灵活去变化的, 你们在爱情里面可能是比较固执的, 比较固执的可能说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会更多的去选一些对于你来讲比较辛苦的事情, 就是他有一些难关的时候, 你会选择跟他一起共同的度过, 但是人生, 或者说我们跟某个人之间的能量连接, 它之所以能够非常的稳定, 正是因为我们在一些很艰难的时刻的时候, 很艰难的时刻, 我们跟对方他的连接是很紧密的, 就造成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是优于其他人的, 在他心中的一个重要程度, 是在其他人之前的, 是比其他人还会更重要一些, 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这些呢就是对方的一个特质, 然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对方的, 刚才其实我们有说过对方的工作啊, 然后以及说对方的年龄, 我觉得这个人年龄上是应该跟你不相上下, 年龄差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人, 还有的话呢, 对方的家庭啊, 对方家庭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小康家庭, 不算是大富大贵, 普通的一个家庭, 然后他的长相是让我觉得属于那种, 如果说对方是女生的话, 我觉得他, 如果对方是女生, 他的体型来讲是皮肤比较白些, 然后体型中等, 不算是非常的胖, 也不算是非常的瘦, 但是身上有曲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如果说对方是男生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人, 他的肩膀是很宽的, 然后很能够让你去产生一定的依赖感, 以及说你会觉得他的存在就好像是你很坚实的一个力量, 还有就是你可能已经是一个在当下工作环境当中, 或者说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冷静的一个人, 不会轻易的去做梦, 或者说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跟这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却会幻想着说未来的某一种可能性, 对, 这个人会让你产生一种新的不一样的那个情感寄托出来, 你会有一种说觉得好像跟这个人一起的时候, 什么可能性, 什么事都有可能成功, 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去成为实际, 然后他也不会去嘲笑你的一个梦想, 也不会说是在旁边打压你, 以及说他也不会说用爱的力量禁锢你,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是一种保护的能量, 但是说两个人保护的时候啊, 方式不一定说非常的有效, 但是心是很诚意的, 也许说这也是我们需要去经历的一个磨合的课题, 需要去慢慢的与对方有更加的多的接触之后, 达成那种默契感, 嗯, 你们跟对方之间, 之间的一个相遇连接, 我觉得是类似于灵魂上面的一个连接, 真的, 你们的心和对方的心非常的一致, 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前的时候就是有一定的缘分出现的, 这个人他就是要出现在到你的身边, 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们要认真的去保护自己的能量, 保护自己的一个状态, 你们会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遇到这个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这个人他在精神上和你的契合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说他来到你的身边, 他没有说想要去求着你什么, 或者说想要从你这边得到什么, 就是他来到你的生命里, 你们之间是互相陪伴的, 能量是最高的, 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的共鸣, 很高频, 然后也很一致, 两个人想要去讲的, 想要去探讨的, 甚至说你们会发现自己心里中的一个想法, 也是非常一致的, 精神上的一种高度统一的感觉, 好,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 再用我们的浪漫天使啊, 看一下这人你跟他之间未来的一个幸福, 未来之间的一个发展是有多幸福, 他给到你的是有归属感的爱吗, 来我们看看浪漫天使, 放下控制, 放下控制的话, 我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段恋情, 能够让你去放下对生活当中, 或者说过去生活当中的一些执念, 让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啊, 会有一种纯粹的感觉, 两个人可能是从, 你们是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成长之后, 其实对于人生, 以及说对于很多的事情, 有着属于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你们可能会因为在某些事情上面, 有一些吃亏啊,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之后, 你们会对于说, 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积累在过去的经验上, 然后做出一些固有的判断, 其实那些固有判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 就是从你们之间的能量当中, 我感觉到, 你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爱的有点脆弱, 所以说你会要么是委屈自己, 你可能在控制的是自己的心, 你很希望对方开心, 很希望这段关系能够去继续下去, 然后你就会是有一种控制自己, 不要发很多脾气, 或者说委屈自己, 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或者说就是改变自己的初衷, 所以这里放下控制的话, 我觉得这段恋情是一种相处起来更舒服, 更纯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也就是,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平等, 前世的一个连接感很强, 所以这一组朋友啊, 你们跟对方之间的话, 确实是过去的时候, 前世就有一定的缘分, 前世当中,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能量连接, 我就觉得就挺强的, 要么说是过去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就有一定的开始, 一定开始, 然后但是没有说一个很认真, 非常完美的结局到的, 再到那里, 你们可能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还有些人, 你们之间就是过去, 遇到了这个人, 对前世的一个缘分引导着你们两个人走到一起, 我觉得这段恋情的话, 更多的是一种长久陪伴的能量,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些关于契约的能量在到这里, 因为可能有一部分朋友, 你现在已经跟某些人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感, 达成了一种契约感, 所以这个你会脱单, 进入到一个新的恋情当中, 我觉得是很快乐的, 很快乐, 你能够在自己的心里感觉到被安慰, 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着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说别人也会从你的这种肢体语言, 神态当中看到, 你确实沐浴在这个爱情的一个藏河里面, 还有的话,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你们会从对方那里获得到认同感, 你就是能够觉得自己是对方很重要的一个人, 你也会觉得自己被对方, 就是你说的话, 你的理论, 你的想法, 甚至说潜意识当中, 应该你是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尊重, 在他这里都会有得到, 可能说之前的时候, 某些感情伤害到了你,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点怀疑人生, 那这样的一份感情, 我觉得你们首先自信心是很强的, 然后也会去放下一些过去感情当中的伤痛, 然后能够去非常清晰的看到自己是值得的, 对, 你会通过对方对你的那种坚持, 意识到你在于感情方面的一种渴望, 以及说对于这种亲密的爱情, 得到的快乐是让你非常的沉迷的, 所以好的爱情确实是能够去帮助我们去提升的, 如果说一些人过去他确实消耗了你, 一些爱情他让你去感觉到你是一味的付出, 然后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的话, 那其实他就不是适合我们的, 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一些过去的人身上呢, 去花更多的一个时间, 我们应该说是从其他人身上,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方式看到爱情真正的模样, 以及说也要去相信自己可以在感情当中得到真正适合自己的, 真正想要的, 真正说未来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追寻的道路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你们会在这个恋情当中得到很多的感悟, 被照顾以及说被重视, 能够这样的一段感情我觉得是会有疗愈的, 会有疗愈的一些能量在到这里, 好,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第一组朋友们的信息,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呢可以订阅, 或者说是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希望大家领取好运, 因为我们的爱情呢是否即将到来, 它并不是决定我们这组朋友们你们所有的幸福的, 对, 虽然说你可以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去等待爱情, 但是我能够更多的看到第一组朋友, 你们其实是那种当下已经在事业当中, 或者说是自己人生目标当中找到了新的追求和新的幸福感的存在, 爱情对于你来讲可能是锦上添花, 你遇见了会觉得很幸运, 但是我希望你们领取好运, 就是希望你们不管说这个爱情什么时候能来, 你都是可以很开心的, 也是很幸运的, 然后让自己也是觉得很舒服的, 任何时刻都是让自己很开心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就祝福大家哦。 落日余晖的路上总是爱意弥漫, 不要世俗淹没生活里的浪漫与热情, 当月亮踩碎星光, 你便是藏于银河的幻想。 哈喽, 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看一下你们什么时候会脱单呢。 好, 这一张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因为我们指示牌卡是不进入到解析当中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啊, 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能量的对应, 看一下说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我们一共抽三张的牌卡来看, 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此刻当下, 哪个状态会是如何的呢? 圣碑八, 以及圣碑国王, 保健九, 好, 我们抽到了这三张牌呢, 作为我们的能量对应的牌, 好, 我调整一下牌, 嗯, 这组朋友的话, 我觉得你们最近, 好像不开心的能量稍微多一点, 或者说让你, 嗯, 总有一些人事物它有在干扰着你, 对, 但是它的能量不是说很强烈, 可能来自于说过去的一些执念, 不太像是当下生活当中的, 那种很强烈的, 负面的人事物的存在在伤害着你, 更多的话是一种心情上的, 内心心境上的一种被困住啊, 然后我们这里抽到了圣碑国王, 我觉得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的状态比较偏向于说是, 在感情当中用情很深的人, 我觉得你们好像在爱情这件事情上, 这条路上走的还是说有一点的辛苦, 有一点辛苦, 因为你爱变爱得很投入, 爱也会爱得很深,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如果是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人, 那你可能在他身上得到的伤害也是很多的, 我会看到我们这组牌的朋友们, 你们其实属于那种很有魅力, 很有一个吸引他人靠近的能量在到这里, 圣碑的国王嘛, 其实有的时候圣碑国王它会对应到一点点海王的能量, 会不会说我们第二组朋友, 你们是属于身边有很多人同事喜欢着你, 但是你没有说主动的去他们人群当中做一个选择, 或者说你会觉得他们都不太是你心里很想要选的那个人, 因为你可能心里在惦记的是过去的某一个人, 圣碑巴让我看到你是因为过去的某个人, 或者说某一段感情影响着你, 你可能还没有走出某一个人对你的伤害, 也有可能说是某一段感情, 它让你觉得是很受伤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走出去, 换到另外一种状态, 你觉得说虽然有人来爱你, 但是你会害怕再次的被伤害, 所以你有一种觉得自己当下也挺好的保健酒, 我们这组朋友晚上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入睡困难, 或者说晚上的时候容易焦虑啊, 或者你会是在晚上的时候心里升起很多的计划, 对于自己的未来和很多事情的一个规划上, 我看到你们是那种想的很多, 所以晚上真的有一点很容易就睡不好, 其实很疲惫, 但是可能疲惫的状态下, 你的大脑就会更加去发散性的想一些, 你白天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想, 或者说你在刻意逃避的事情, 其实我会看到啊, 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因为保健酒这张牌显得说是一种巨大的危机存在于你的生活当中, 可能说你来看第二组的话, 是因为你最近有些事情是压力很大的, 所以你来看塔罗牌, 让自己放松一下,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 我觉得你是正在跟某个人之间一个痛苦的拉扯当中, 你迫切是想要看到自己呢, 什么时候能够遇到一个, 遇到下一个爱人, 然后你会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在支撑着你去脱离当下的这段关系, 或者说某一个人的身边, 当然它的存在不一定是仅限于说爱情层面, 也有可能会是在我们的这个人际交往同事方面, 所以这组朋友可能会面临着学业或者说工作, 甚至说生活当中的一些霸凌, 有些人他对你霸凌的方式不一定是浮于表象的, 他可能会开玩笑的给你起一些绰号, 或者说对你的一些你不开心的事情进行一个调侃, 对, 所以你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些恶意, 所以你会有一种说想要快一点证明给他们看, 你是可以拥有幸福的, 你是可以过得很快乐的, 好, 这一组朋友, 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在调侃我们, 让我们感觉到受伤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跟他说是在他面前表现出我们是应该作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也许说我们彻底的脱离他, 才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活, 很好的方式,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对你不是因为当上的你对你不满意, 或者说想要去调侃, 而是因为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你不管说处于一个多成功的状态之下, 他可能都会找办法, 然后去来挑剔你, 那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和他的这些人之间的能量少一点纠缠和重叠, 尽量就是独立开, 以及说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内核, 认为自己是可以不受这些人的伤害的, 如果说我们心里很在意这些有毒的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觉的话, 那我们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 因为其实你们的魅力让我觉得说是很强的, 也是能够去吸引到很多人喜欢你们的, 我们不必说是把自己的能量放于过去, 更加应该是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未来, 去往长远的一个方向去想, 或者说去思考, 这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那种说话很大声, 或者说是会很强烈的表达自己看法的人, 但是有时候你没有去讲, 不是因为你不会, 你不知道, 而是你觉得有的时候的一些争论是没有意思的, 那还有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心里藏着什么样的一个秘密, 是不想要跟别人讲, 不想要去让其他人知道, 这组朋友的话最近可能会面临搬家物理上面距离的一个移动, 或者说要打算从某种的人际关系当中去脱离出来, 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可能还是有一个一定的时间基础了, 对这样一个能量, 好我们来说我们第二组朋友们的星座, 星座的话这里呢就会是我们的水象星座, 巨蝎天蝎双鱼, 以及风向星座, 我们的天秤水平和双子座, 那我们星座上面的内容只是辅助, 附加的, 并不是说以星座为基准, 如果说没有我们的星座是不是就不是我们的星座, 大家可以说是更多的去对应前面我们能量的部分,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在爱情当中的能量是怎么样的, 你们当下的爱情能量如何, 我们来抽牌看看看身边有人在喜欢你吗, 或者说你做好准备再去迎接一份新的恋情了吗, 好我觉得我说我们这组朋友就像我们开始能量对应的时候所说到的, 第二组朋友你们非常的有魅力, 就像那个圣杯国王一样, 其实你们是非常完美的, 对各种方面上来讲我都觉得说非常的趋近于完美, 很有智慧, 智商很高, 情商也很高, 其实你们是很容易看到一些别人容易去忽略的一些事情, 然后还有的话你对别人是非常宽容的, 你对自己的话有的时候你是有一点不太平衡的一个状态, 就有的时候你对自己是很平衡很公正的一个状态的, 你是愿意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 你也会觉得说不完美的自己其实也很好, 没有什么说一定要跟其他人做比较, 然后做争抢的, 但有的时候你又会进入到另外的一种状态, 会去极端的挑剔自我, 认为自己在某些上面不是很好, 或者说应该更加好一点, 那出现这张牌, 我觉得其实就是宇宙在告诉我们, 应该相信自己, 应该说更多的去爱自己, 更多的去接受这样子的自己, 然后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你们少一点对自己的挑剔, 要更多的去相信, 去认为你们是值得被爱的, 也相信自己是美好的, 也要相信自己是完美的, 我觉得第二组朋友, 你们对别人更宽容, 对自己有的时候还没有做到那么的宽容,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逃避一个, 对自我否定的一种状态, 那其实你不断的去提醒自己, 你会发现很快你就真的, 慢慢的从那种状态当中去脱离出来了, 对,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你的爱情能量非常的强烈啊, 我们第二组的朋友, 所以你们即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事情, 会在感情当中发生, 也可能说是你这个去恋爱啊, 脱单的一个能量, 其实非常的快乐, 其实关于你们爱情当中的能量, 宇宙给出的两张牌都是很闪耀的, 对于你们是很肯定的, 没有说对你们说任何的挑剔, 更多的话就是宇宙希望你们可以去, 自信起来去相信自己, 你们在看待了人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很中立的态度, 愿意去看到别人的美好, 也愿意去原谅别人的一些缺点, 你也会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漂亮, 很完美的那一面, 但是光亮面存在的, 光明面存在的时候, 它的背后肯定会有一些黑暗面, 倒不是说那么的两极分化, 而是我觉得你们身上的包容能量真的很强, 你们愿意去接受世界当中的一个不完美, 以及说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情绪当中的一些诱惑, 或者说是困惑, 你们是愿意给他人更多的一个谅解, 时间等等的一个讯息,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对自己要求很高, 其实你们真的很好, 很棒, 非常的完美, 没有说任何是那种需要被调剔的, 我觉得你们要更多的去爱自己, 肯定自己, 也要去相信自己, 你们就是整整发光, 闪闪发光, 不是整整发光, 闪闪发光的, 对, 其实你们可能有些人听到这里, 会又不自觉的进入到一种自我否定的状态, 觉得自己有点消极, 觉得自己, 觉得是不是这个塔罗是他在吹捧我呢, 他在让我开心, 所以才要讲这样的话, 那大可不必啊, 我这边都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就说到这里了, 对, 你最重要是一定要去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其实确实能够去照亮别人,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我之前的时候也有说过, 我们在其他期的战末当中, 不是在今天啊, 在有些时候, 我们不是身上有优点和缺点的, 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只是自己的特点, 有些特点可能会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很有力, 对我们很有帮助, 有些特点可能适合当下的社会, 它是有一点不匹配的一个能量, 就是你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特质, 可能在人群当中显得特殊一点, 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了, 但是不一样又何妨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存在, 我们不需要去做完全跟别人一样的事情, 在保持基本道路的一个正确下, 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做自己, 爱自己, 才是我们来这个世界当中, 首先最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 好, 还有的话呢, 我也会看到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的爱情能量啊, 更多的话是已经降临了, 对已经降临了, 嗯, 我觉得这个人他当下已经, 说实话, 我觉得对方当下对你的滤镜, 是非常强烈的, 是一个说就把你当成谬斯女神这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可能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说到第二组的朋友们, 你们会是一个不太容易相信别人, 不太容易相信爱情这样的一个存在,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尤其是说有一些时候, 一些人看起来非常的美丽耀眼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有很强的一种迟疑感, 他真的对你那个追求的速度很猛烈的话, 你也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其他的用心, 对, 你会在怀疑, 嗯, 我觉得即使说当下你心里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我说有人在喜欢你的时候, 你脑海里立马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啊, 但是你其实也更多的是在犹豫, 要不要继续, 要不要去表白, 要不要说把这个关系呢, 再往去推进一下, 然后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这组朋友能够看到啊, 你们其实爱情能量很强, 但是说你当下还在犹豫, 说要不要跟某些人继续发展下去, 可能有些人真的他在追你, 他在向你示好, 他在不断的向你靠近, 但是我这边就是看到了你的犹豫的能量, 我觉得你们当下爱情的能量很强, 但是你们, 我觉得你们是完全不需要来看这一期的视频的, 但是你们还来看的话, 那可能会有两个的原因, 第一个你可能会有所怀疑, 犹豫, 就是有人在追求你, 有人在勇敢的向你靠近的时候, 你内心是很迟疑的, 那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 你可能是什么呀, 你可能就是已经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已经就是身边有一些恋人的存在了, 然后你还想来看这一期的视频, 那对于说是刚才说的第一种的朋友的话, 你当下心中的犹豫啊, 让我觉得说, 其实还不完全是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朋友属于那种, 在关系当中还没有完全进入, 对, 但是你没有迈出那一步, 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然后不去向外面去, 更多的有更多的互动, 以及说是走到外面去, 所以, 虽然你的爱情能量也很好, 但是你还是没有说, 进入到脱单的状态, 以及说犹豫的朋友, 当然不用再犹豫了, 我觉得你的爱情啊, 真的是很好, 这个人怎么说呢, 我觉得, 要么是有一部分朋友, 你们可能是有一些婚姻的能量, 要么就是, 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有婚姻的, 或者说他有一段比较稳定, 甚至说类似于成, 就是基本就和婚姻一致的那种感情关系了, 甚至说有些朋友, 第二组朋友, 你们是不是有结婚的, 是不是有结婚, 已经结婚了, 或者说对方他有结婚, 嗯, 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其实说实话, 我们这组朋友, 你们脱单的话, 可能有一部分人, 是否要脱单, 有没有脱单, 不是因为你身边有没有, 而是你愿不愿意, 你身边是有选择的, 但是你不愿意去挑选啊, 好, 我们来看, 摆半天我想起来应该放两边的, 我们现在来看说是, 这个表白的时间啊, 我们来对脱单时间预测, 甚至说是更多的一个能量, 来进行的一个整理, 好, 十字架出现在这里, 还有山, 那可能说有一部分朋友, 现在你跟某些人之间是处于一种地下链啊, 或者说是, 也和道德传统, 大众道德相看到的那种关系, 是有备而为之的一种关系, 嗯, 就是跟大众眼中的一个正常爱情, 不太匹配这样的一段关系, 好吗, 嗯, 但是爱情里面肯定我知道是没有对错的, 我知道有些时候, 确实爱情它出现的时候, 它就是有些爱情, 显得说是和我们当下社会是不匹配, 但是不代表说它不应该存在, 或者说每个人是有罪的, 爱里面, 爱人能有什么罪呢, 是吧, 去爱一个人, 没有什么过多的需要谴责的, 只是说这里你们脱单的时间, 脱单的一个路程的话, 让我看到这个需要走的路, 还是比较的长远一点, 但是这个可能有些人, 嗯, 你跟他之间关系进行的慢, 或者说没有完全的走入到那个恋情当中, 是因为对方虽然各方面跟你很匹配, 长相方面很匹配啊, 或者说是身材, 甚至说是现实, 性格三观等等一个能量很匹配, 但是这边的话, 他那里可能是满满的, 就是有一个其他人的存在, 有其他的一个关系, 什么样的存在, 存在于说你和他之间挡在那里了, 像一个高山一样, 挡着他靠近你, 走向你的身边, 嗯, 有一些朋友怎么说呢, 可能你在等对方从那个关系当中走出来, 他可能是很稳定的某一种契约关系的关系, 契约关系当中去走出来, 才能够跟你一起奔赴到一起, 这是你们脱单上面的能量, 然后还有的话, 一部分朋友把自己的心放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就是让别人觉得你是很高冷的, 这三张牌啊, 它都是一种仰望的能量, 就是别人在看向你的时候, 会觉得跟你之间的一个距离感是非常远的, 有一点说是想要靠近, 想要觉得是把你摘下来放到手心里呵护, 但是已经被你有一点吓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还有的话是什么, 你如果说你当下心里想着某个人的话, 这个人可能真的已经在这个关系当中, 处于一种身边有人, 或者说当下他现在是不稳定了, 对, 他可能在跟某个人之间的能量连接, 感情连接很强了, 但是现在是有一些变动出现了, 然后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变动的缘故, 你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 你们之间, 甚至说你们三个人之间啊, 这个恋情的话, 让我觉得整个路的一个跨越程度, 还是比较难一点的, 我会觉得我们这组朋友其实对于脱单的话是渴望, 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他是对于你而言是一种救赎的能力, 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 如果你当下心里没有想到任何的一个人的话呢, 你跟对方之间的一个相遇和交往可能会和宗教信仰有关, 这个人可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走到你的身边啊, 会在一些有许愿性质, 疗愈性质, 以及说是信仰相关的一些地方, 你们会走到一起, 而且说他可能是一个山上的某些寺庙,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能够让你去拜一拜啊, 心里很虔诚的去相信这样的一个地方, 去跟对方走到一起, 对, 这是上面的状态, 然后时间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这里会有三月, 七月和九月, 然后如果是三月的朋友, 你们就脱单的话, 那可能对方现在他就在暗恋着你, 他其实要么说是已经在为能够和你在一起做了很多的准备, 已经在去努力很多, 向你奔赴而来等等的一些状态, 我都看到对方其实还挺努力的, 对, 还有的话呢, 这组朋友脱单上面的事情啊, 你们其实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上的一种渴望, 是属于不怕慢, 不怕慢也不怕吃, 但是最终的话, 他要是经得住考验, 经得住岁月的长河, 以及说两个人之间是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你才会是想要进入到这个脱单的这个状态当中, 如果说不是的话, 我觉得你其实不会轻易的脱离单身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们一直的能量, 你爱情能量也好, 脱单能量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种只有你想不想, 没有说是你能不能, 只是你要就是在对于自己想, 想好了要去做什么事情, 这件事上, 然后有所怀疑, 或者是有所徘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脱单的人,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性格, 什么样特质这样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用这副塔罗牌, 大家看一下, 正一排, 正一排的话, 那这个人, 他如果是大家已经认识了, 你现在心里就在等的那个人的话呢, 那你跟他之间是存在于一些事情要去解决的, 公平正义的一种结果, 就是之前的话, 他没有给你应给的一些承诺, 或者说是名声类啊, 物质类啊, 等等的一些给予, 他没有说话算话, 或者说是他想做到的, 但是最终发现他做不到, 那如果说对, 你现在心里没有想着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对方他的特质的话, 让我看到是比较在意, 很多事情上真正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样的, 他这个人的性格没有说让我看到那种模糊不清的性质, 更多让我看到他对于很多事情有一种, 一事一二事二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牌会出现到这里呢, 哇, 我们出现恶魔牌, 恶魔牌天蝎座, 摩羯座的能量, 更多的话还是摩羯座灯, 这个摩羯座的能量会稍微偏高一点, 好, 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一种, 要么说他是腹黑的一个特质的人, 实际上存在于说那种诱惑性啊, 或者说他是在某些吃苹果的事情上非常的吸引你, 或者说他会在这方面欲望很高的一个人, 要么说呢, 你跟他之间是存在于说是不道德的一种关系, 但是我前面也说了, 不管说是不是不道德的, 就比如说是不是地下恋啊, 禁忌之恋啊, 或者说是三方关系等等, 爱情里面是没有说是谁对谁错的, 只是说道德这两个字, 它出现的缘故就非常的没有意义, 它是以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想法和观念来去对别人有所要求, 但是爱情里面, 我觉得不涉及到一个要求或者说标准, 或者说是基础的准则, 爱情它和做数学题不一样, 它比较像是我们语文课当中的写作文, 你没有说是一个标准真正的答案, 但是说一定是让你觉得很美好的, 美好的东西它就是没有罪的, 没有什么可不可以行不行的, 这人在身上可能会带有一定的神秘气息, 神秘气息比较的吸引你, 你们两个人的能量的话, 我觉得怎么说, 甚至说最近交流很少, 但是心里面反倒是执念很强, 不管说当下有没有跟他遇到一起, 在未来的话也是这样的一种相处状态, 哪怕说是这个人他有一段时间没有理你, 或者说有点矛盾, 在某些价值上面有些分歧, 但是你们的能量是精神力和灵魂, 你们也是比较在意灵魂上的契合度, 但是说实话, 不管说是能量连接多紧密, 然后如果说两个人一直在朝着两个方向去走, 就像这个绳子它越绷越紧越绷越紧, 迟到有一天它还会去散开的, 那如果说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话, 你对这段关系有更深更强烈的一个想法的话, 也许说你是需要去很认真正式的对待一下, 虽然说哪怕当下两个人之间能量连接是很强的, 好,这里世界牌也就在提醒一部分朋友, 如果说当下你心里想到了某一个人, 对,你心里想有人的话, 就是当下你没有脱单, 不是因为你身边没人, 而是因为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不允许的话呢, 那这张世界牌就让我看到, 这个人他其实想跟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你们之前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个很完整的阶段, 甚至说是经历了某一种的磨炼, 某一种状态已经结束了, 某一种状态可能说, 这人会觉得你们过去的那种争论不和平的一种状态, 应该说是需要被结束, 需要去结束掉的, 然后还有的话, 他就希望你们之间关系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开始, 其实也就是重新出发的意思, 那对于说是当下心里没有任何人, 就是你不想脱单, 不是因为你不能脱单, 不是因为你不想脱单, 而是你身边现在当下确实看不到人的话, 我觉得这是你进入新生活的一个契机, 这个人的能量让你看到生命, 或者说生活再去重新的向你散发着光芒, 在诱着你, 让你进入到另外的一种状态, 对, 这个人的特征他会跟你一起携手, 进入到一个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当中, 下一份美妙的体验当中, 他可能需要你去更多的去感受, 感受一些创造性啊, 或者新鲜感, 魔法等等, 甚至生命的艺术, 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 其实有在很强烈的牵引着你, 所以这段关系, 他会是对于你来讲, 很有提升的, 他能够去帮助到你, 让你的心中想法会变得更美好, 也会让你去更加想要去了解更大的世界, 对, 更宽广, 站到更高的地方, 看更远的地方, 他是能够激起你的一种上进心, 让你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美好一点, 然后, 世界牌的话, 这个人, 我觉得他的工作啊, 工作或者说性格方面都是趋于完整, 就是这个人非常的成熟, 在做很多事情上面, 都有自己很稳定的那套实践的方法, 或者说是理论, 他可以就是把某一个公式整理好之后呢, 不停的去套入, 套入之后他就会发现, 他好像经常不会出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他好像经历还挺丰富, 也挺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这个人, 其实我很明显感觉到第二组朋友, 其实你们能够感受到这样身边人的一个能量的, 好, 这里抽到了新币的侍者这张牌啊, 这个人已经在叙事待发了, 我觉得这个人在你身边, 对, 你肯定能够去看到他的, 你能够去看到他, 而且你也能够感觉到这种能量的牵引, 但是你们的之间的关系的话, 它是有一些阻碍的, 毕竟它是一个土元素, 是一个说比较慢一点的牌, 就是这段关系可以真正的走到一起的话呢,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磨合的, 对, 然后还要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这一组朋友地下恋呢, 还蛮多的, 或者说是存在于一定的现实差异, 那你们的话呢, 就不一定说是很快速, 很简单能够去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人, 他还是蛮想跟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世界牌都在这里了, 他已经觉得过去对于他来讲不是一个很美好的存在, 更多的话是一个束缚, 他想要去挣脱这样的一个束缚, 跟你一起记录到一个新的生命当中,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精神上已经产生了连结, 但是你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能够去真正的开始, 你们在精神世界跟这个人的连结非常的深, 然后你们也已经找到了这个人的一个存在, 对, 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这份关系有一定的阻力, 可能它就是被卡到那里了, 要么说你们是需要去做一些处理关系方法上面的努力, 要么说是对方去整理, 要不然的话, 心里对这份感情即使说有很多的美好, 但是它没有办法推进的话, 依然显得说是有一些阻碍的, 好, 我们这里又抽到了星币7这张牌, 然后它也是土元素的能量啊, 土元素能量, 我觉得怎么说呢, 宇宙给予到我们的这个人, 它越来越像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和能量连结很强, 就是我觉得它很大概率已经出现了, 要么说是你们两个人即将就会走到一起,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当下只能够看到的是这个上面这一点, 大家看这个牌星币7这张牌, 然后但是更多的事情它是掩藏于土下的, 这就像是我们当下一种状态, 有一种一页账目的感觉, 很多事情我们还不能够去看得非常的清楚呀, 非常的清楚, 但是这个人已经说是用对你用情比较深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话, 我觉得奔赴起来, 如果没有阻碍的话, 其实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阻碍的话, 那它一定是对于你而言是你不喜欢的, 说了一句废话, 是不是不喜欢的阻碍, 谁喜欢阻碍呢, 那可能就是你所想要去逃避的一种阻碍, 因为你知道这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在精神上给你的契合度会更高, 或者说有一部分朋友就是靠跟对方的精神上的连接走到一起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还有的话呢, 星碧七, 我觉得这个人事业上还是蛮有所收获和成就的, 就是过去他的人生当中, 已经靠他的努力得到了什么样很多美好的事情的, 对, 星碧七世界牌也在说这个人, 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就, 然后还有的话呢, 我说一下这个人的身高, 如果说对方是男士的话, 我觉得不会很高, 但是也不矮, 中等水平, 女士的话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身高, 然后有这里面会有小麦肤色和稍微白一点的肤色, 但是会是小麦肤色多一点, 或者说黄一调黄二调, 这样的一个肤色, 说的比较专注一点啊, 还有的话, 这个人从事的工作可能会和法律, 医生, 以及说是这种需要去判断某些事情的, 做有一定的决策力, 要么说是对方工作上的话, 他是属于领导层, 他就要去决定一些事情, 通过什么事情, 或者说否定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好, 那我们最后的话, 再来看一下神余卡, 看看说是你和他之间的未来是如何的, 他给你的是一份有归属感的爱吗, 我们来抽浪漫天使, 哇, 信任, 这段恋情的话, 他一定是最大信任的去相信你, 去信任你,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啊, 走到一起, 真的属于那种灵魂之间的一种吸引力, 他能够去疗愈到你, 而且说, 他也是能够完全把心交给你, 去相信你, 去让你认为他是能够去坚定的和你一起走的这个人, 对, 出现了信任牌, 也许说当下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和信任有关, 你要去相信他, 好, 我们灵魂伴侣都出现了啊, 灵魂伴侣出现, 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在精神层面, 和你的联系是非常强烈的, 你也会因为这个人去打开自己的心, 愿意去给出爱, 愿意说是接受这个人给你的一个爱, 啊, 灵魂伴侣都出现了, 释放前任, 嗯, 这里的话, 其实前任不单单是对应到说过去的某个爱人, 也许说有些朋友确实是会对应到你现在心里还在对某个前任念念不忘, 心里因为某些前任的事情吵, 就是有让你的能量是不平和的, 嗯, 但是宇宙在说是, 这不管说过去怎么样, 更多还是两个人之间的能量连接是很强的, 然后也是会带着一种真诚的力量走到一起的, 这份感情的归属感的话, 可能和陪伴感一样重要, 也许说你们两个人是能够陪伴彼此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因为可能说有些朋友, 你等对方时间久了之后, 你想要去换一种状态等, 但是不管说你有没有换, 呃, 换一个地方, 或者说换一个场景继续生活, 你们两个人能量连接很强, 就是你会有一点放不下对方, 会觉得始终对方好像陪伴在你的身边, 围绕着你这样的一个能量, 呃, 然后的话这段爱情, 我觉得在灵魂上的归属感会更强一点, 你们两个人是属于同一个灵魂家族这样的一个存在, 呃, 还有的话呢, 就是信任牌, 这份爱情, 我觉得其实归属感和信任就是牵连都很, 很大的嘛, 你有信任了, 你才会有一种归属感, 呃, 所以说这个人给你的爱, 我觉得还是挺可靠的, 比较可靠的一段恋情, 好, 那么以上的话, 就是我们第二组朋友们的讯息,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大家可以是订阅, 或者说是按赞的方式, 来关注我, 然后我的更多的视频呢, 也会在这个网站下, 能够更多的推送给大家, 还有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去领取好运, 并不是说单一的住你跟你心里的这个人是开心快乐的, 我希望说是我们第二组朋友们, 你们本身就是很自由, 很快乐的, 你们就像风一样, 就像这个皇冠一样, 是又自由又闪闪发光的, 所以不管说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经历了哪些的事情, 最重要你是要相信自己, 随时都能够去选一个新的人, 随时都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开始, 那当你去随时开始, 随时进行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未来就没有说任何的阻碍了, 是因为我们要去想着自己的未来, 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和负责的一种状态呢, 去参与到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中, 好, 那么就祝福大家咯, 晚风踩着云朵, 月亮贩卖寂寞, 而你来自万青银河, 是我翘首以盼的快乐, 哈喽, 第三组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 那桌面上这一张就是大家选到的指示牌卡, 因为我们指示牌卡是不进入到解析当中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关于大家的能量, 对我们来抽三张牌卡看一下, 第三组朋友们, 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是如何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抽牌, 皇帝牌, 皇后牌, 这里又抽到了新币的试者, 那我们抽这四三张牌啊, 作为我们的能量对应牌,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呢, 我感觉到抽到大牌, 能量对应你抽到大牌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出第三组朋友们, 当下确实是能力非常不错, 很优越这样的一个存在, 因为国王牌和皇后牌都有出现, 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 你来看这一组的时候, 看这一期视频的时候, 心里是想着某个人来着的, 你心里想着一个人, 看到表题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想着他, 所以来选到这一组的, 然后以及呢, 这一组朋友性格当中是非常分明的, 所以说, 如果是男生朋友来看这一组, 你们的性格也会是男生性格中偏阳性的那一方, 女生的话就是很温柔, 然后偏阴性能量的那一方, 然后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如果是男生朋友来看这一组啊, 我觉得你的能量上是有很多的一个阳性特质, 很热情, 而且说是权威的一个特质, 当然也可能说是一部分女生朋友, 也会是你的性格偏向于说是男孩子, 很直爽的男生性格, 然后也会是在工作当中, 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能力, 我会看到这一组朋友, 你在事业当中的一个表现力非常的不俗, 是一个说团队当中很怎么说呢, 即使说不是一把手, 不是一个领导层, 但是你是非常受众友, 而且算是团队当中的一个灵魂人物, 甚至你可能说是那种能够提出很多有效建议的, 或者说是就大家一起出去玩啊, 然后少了你这个当下这个聚会活动, 它就不算是很热闹, 然后你好像是总有很多的灵感和创意给到大家, 但是你这个人是能够让我看到性格上偏向于稳重的那一方, 你不会是那种很轻飘的, 或者说很张扬的一个存在, 你们的性格我觉得是那种一眼看到大家跟你相处的时候, 或者碰到你的时候,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温和和很包容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 然后这组朋友是人群当中属于那种比较有艺术气息, 而且说是很自信的, 不管说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觉得你身上是对于自己是研究的比较透彻, 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很分明, 然后也会到了一种说我知道我有哪些特点, 或者说我有哪些毛病, 常规人眼中喜欢说毛病, 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你们身上的一个特质, 算不上什么缺点优点, 可能是常规的社会人眼中一个认为它是缺点, 你有一种说这已经没有把它当作是你的缺点, 你不会因为你的缺点觉得说, 我当下要改变自我呀, 我现在要为了说可能你平时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那我觉得你不会有那种说, 我一定要融入人群, 我一定要变得非常的跟大家是那种相处的很好, 是一个走到哪儿啊, 然后大家都能够, 大家的话题我都能够参与进去这样状态, 你有一种享受自己的孤独, 以及说享受当下的状态, 你会觉得自己当下各种状态, 是一个你已经与自己形成了一个非常默契的状态, 你和你自己的内在灵魂, 你和你的内心, 你是有一种非常不用说, 然后你就知道我这样做我确实是舒服着的, 我并没有说做错什么事情, 有一种倔强的坚持在那里, 还有的话呢, 这组朋友你们也不会被轻易的被别人的一些夸奖所迷倒, 就是别人说一些与你自己能量不相符的语言来夸赞你的时候, 其实你是能够去分清哪些是属于你自己的能量, 哪些不是你的能量, 然后对方他是为了让你开心, 让你想要让你接近你, 所以说他才会说的一些话, 更多的话, 我说你们不管是对于自己正确的一个认知, 还是说大家常规眼中觉得说是算你的缺点, 那么就是比如说不合群, 比如说有的事情上你就很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以其他人的想法目标作为基准, 其实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很好, 你已经到了一种说是和自己和解了, 不会为难自己, 不擅长唱歌没关系, 我们有其他擅长的事情, 不擅长说在大众面前去展示自我也没关系, 我可以说是一个人享受独处的时光, 但是虽然话举例子是这样举例子, 我还是能够看到第三组朋友, 你的性格当中是有很多闪耀的部分, 属于那种你想低调也没有办法去低调, 因为毕竟皇后牌和皇帝牌都已经出现了, 你们我也, 这我应该算是实话实说, 对吧, 皇后牌皇帝牌出现, 你们身上肯定是有一些特质, 是其他人没有办法去超越的, 也没有人去能够去取代你了, 你属于那种非常真实的, 而且说是无可替代这样的一个存在, 非常的独立, 以及说你发, 可能说你也已经发现了自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 那我觉得你这种并不是说, 对自己给自己加了一层滤镜, 然后刻意夸自己, 我觉得你这种状态很好, 因为你同时对自己的优点, 对于自己所谓的大众口中所谓的那个缺点, 都有一种和解的态度, 你觉得自己本身就是值得更好的, 你也觉得自己是发光的, 我觉得这组朋友从这种自信心上来讲, 是比较充足的, 就你可能也会羡慕, 也会觉得说八面玲珑非常有情商, 或者说在某些环境当中是站在大众面前, 落落大方的去介绍某些语言, 说某些话是一个很不错, 很了不起的能力, 但是你同时也觉得自己很棒, 也是一个愿意为自己鼓掌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星碧试试的话, 这组朋友应该最近有在规划和筹划一些与金钱, 财富, 职业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方向, 比如说你想要去报什么样的一个课程, 想要去报什么样的一个班, 提升一下自己, 或者说你会有一种放下当下的工作, 去继续深造, 去某个学校深造, 或者说重拾自己的某一个, 看起来不那么赚钱的兴趣爱好, 对, 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能量让我看到, 当下就是能够去坚持本我, 有一段时间你是偏离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但是说当下的话, 你开始回归本心, 你开始重新的回顾过去, 看一下是不是过去的自己, 没有说是被自己很好的对待, 很好的守护, 或者说是哪些梦想, 应该说是要去坚持一下的, 看到你们有在去和过去的自己, 有一个在为他发光, 就是想要让过去的自己做一个补偿, 弥补, 好好的去对待一下过去的那个自己, 因为可能过去的自己, 心中的某些想法被你们刻意的压制了, 所以这组朋友活得很通透, 然后我们来说这组朋友的星座, 星座上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组朋友, 金星的能量很强, 就是长得很好看, 以及说也非常的有才华, 而且说是很有吸引力, 然后如果说是这组朋友, 我觉得你们不缺恋爱对象嘛, 因为长得就很好看, 但是可能说你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并没有说是对于脱单很渴望, 或者说你当下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追寻着你, 在去向你靠近, 向你示好, 桃花很旺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然后我们这组星座的话呢, 我觉得有摩羯金牛处女, 还有金星白羊金狮子, 以及说呢, 这里还会有, 对, 白羊座的能量非常的强, 对, 好, 能量对应的牌我们就都收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抽神语卡, 看一下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的一个爱情能量是怎样的, 看看你们的爱情它到你的身边了吗, 它当下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你们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你的爱情, 嗯, 它离脱离的脱单的一种状态会有多远啊, 然后上来就出现了一张狮子, 好, 这一组牌朋友们确实火象的能量非常的强, 然后的话还是这个觉醒, 嗯, 那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可能最近你经历了一些事情,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你有一种觉醒, 或者说你最近有刻意的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 停顿下来,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如果你过去的生活节奏很缓慢的话, 也许你当下有一种交集感, 想要去让自己的节奏变更快一点, 如果说之前你就节奏很快, 那你可能说是想要让自己的节奏变慢一点, 就是给自己有一个调整和, 呃, 有一个休息和调整这样的时期, 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过去快, 你就接下来慢, 或者说过去慢, 你就接下来快, 我觉得你会有一个, 嗯, 非常严谨的一个审视, 这组朋友可能你们在爱情里面是比较理性的, 狮子牌, 可能你们也会是在感情当中相对而言, 占有欲比较强一些, 或者说当感情来临的时候, 你会想要去驾驭它, 你更希望说这段感情是按照你们自己的思维方式, 你的一个习惯去发展的, 虽然有的时候爱情到来的它并不是那么的讲道理, 或者说是按我们心理所想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你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想要去把控一些关系, 掌控这些感情, 因为可能说你之前的时候在爱情当中有一点点软弱, 这个软弱并不是说批评的意思, 是因为你会比较擅长去服软, 以及说向自己吸你喜欢的那个人去低头, 可能说有矛盾的时候, 你是最先给对方台阶去下的, 可能说你会较多次的去哄对方, 当然还有的话可能就是你为对方也做的多一点, 但是过去的一个经历, 它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在感情当中付出很多, 是不值得的, 是应该更让自己高冷一点, 或者说对方爱你多一点, 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合适的爱情, 合适的感情, 所以说当下这种想要在爱情里面有一个强势的姿态, 并不是说你一直都有了一种状态, 而是你给自己的设想, 你觉得自己更加的坚强一点, 更加的不受其他人伤害, 这样子更加强势一点, 就不会受其他人的伤害, 然后表现的高冷一点, 不为所动, 或者说是被动一点, 也会是让对方爱的更多一些, 我觉得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觉醒, 但是可能真正适合你们的爱, 也许和你们想的有偏差一点, 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许说宇宙它就是想要给你们一些新的启迪, 如果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 不妨是你们今天一定要坚持的看一下, 我觉得宇宙会有一些特别的话, 想要对你们去讲的, 还有的话呢, 这一组朋友, 其实虽然啊, 你想要去在感情关系当中表现的非常的强势,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是会去跟着感觉去走的, 因为你本身是很善良的人, 也是一个很有包容力的一个人, 所以你并不会说在关系当中表现的说一不二, 即使说你心里想要去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很多事情还是稍微的凭借一点感性的想法去做, 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会在自己理性和感性的状态当中去摇摆, 就是你在去练习着如何在爱情当中去拿出适量的理性和适量的感性, 对, 你也是有一点担心, 我觉得是有一点担心, 不想让自己在关系当中真的因为自己很被动很高冷而错失掉一些人, 同时的话你也不想再经历过去的那种痛苦, 所以说练习这两个字可能是更适合你们一点, 当然的话更多还是我们要去继续往下看看更多的讯息, 也许说有一种困惑啊迷思是它是跟我们以往的解题思路是不一致的, 我们在某一种解题思路之下得到的那个结果一定是说让我们觉得很正确, 但是宇宙会告诉你说它到底是什么, 也许跟我们心中所想的它是不一样的, 对, 这也是神语卡, 它在指引着你去探索到底哪一个对于你来讲是最适合, 最可以是帮助到你的一种解题方式, 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性格当中理性是很多的, 但是在唯独面对爱情的时候, 是一个有一点犹豫, 或者说是有一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你想要, 看中的那个人, 然后的话呢, 我也觉得啊, 我们第三组朋友, 你们在爱情当中还是需要再去探索, 如果说你当下已经迫不及待的给爱情下一个定论的话, 那可能说今天就会有一些推翻你过去的想法的一些议题, 一些解题的一个答案会出现到这里,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门它是关着的, 可能会代表着说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感情离你它很近, 它就差了一道门, 但是它也很远, 需要你去找到一把钥匙打开这个门, 然后它也是在告诉你, 如果我们坚持着在感情当中是一个很理性, 或者说是有一点感性很少的状态, 那可能我们就会是力量感不够, 就是我们过于感性的时候, 我们是打不开这扇门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过于的理性, 可能我们也会错过, 然后这个天空中散漫的一个星星, 可能某一个星星就是适合我们的, 所以这组朋友感情当中, 或者说生活当中, 经历的人事物是蛮多的, 尤其是在爱情上面的人是很多的, 你们其实很容易去伤感, 尤其是说你会更加因为这些人从你的生命当中流走, 而你没有办法去抓住他这件事情上, 感觉到有一些痛苦或者焦虑, 这组朋友其实内心当中看到你们是缺乏一定的安全感, 你需要周边的人事物啊, 他们是固定不变的, 你的心才会说相对的也会能够得到一种安全感, 哪怕说他们只是作为你的普通朋友的一个存在, 大家只需要每天就是见面的时候客套几句, 也会因为他们一直存在于你的生命当中, 就会让你觉得你当下的环境是很安全的, 你是很幸福的, 这组朋友可能你们在少年时期, 我觉得有一段少年或者童年时期过得不是很安稳, 要么说那一段时间, 在你有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都离开你, 你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很多人突然之间离开了你, 要么说是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离开了你, 让你的心是很受伤的, 所以说从那一段时期之后, 你会特别的害怕周围有什么样的一个人际的流动, 你很珍惜爱情, 你也很珍惜友情, 以及说身边一切对你好的一个能量, 嗯, 这也是说我们这组朋友一直在努力在练习着的一个原因, 你们是需要很多爱的, 但是你们又是有一点害怕, 也许说过去你们是经历了不公平的啊, 那我们再用雷诺曼看看这个脱单的时间预测, 以及说脱单上面更多的一个指引会是什么,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钥匙, 然后现在的话钥匙它就出现了, 钥匙的话呢就会告诉说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这次的脱单啊, 你的脱单对象会是宇宙给你安排的一份非常特别的缘分, 是一个很真诚的关系, 而且说真的能够让你寻找到答案, 也会是说打开你的心, 让你看到某一种结果, 寻找到一个你过去一直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一种度, 也许说好的爱情不需要你去练习什么, 不需要你去掌握什么样的一个技巧, 你也许说在这段恋情当中就可以是做自己, 你不用说是想要去在那里揣摩着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应该在这段感情当中拿出多少, 然后收获到多少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爱情, 我觉得你最终都会有一个答案, 要是在这里的话, 有一些问题它肯定能够去解决的, 就是你对于爱情上面的一个比较纠结啊, 困惑等等的一个难题, 它最终会有一个答案出现的, 好,这里的话我们出现了百合, 很长久,很成熟的一段关系, 所以说这个人能够陪伴你的时间非常的长久, 我不敢说在这里给你打包票说的就是你的证源, 就是你的结婚对象,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陪伴你, 起码会有五年以上这样的一个能量, 甚至有些朋友会陪伴到十年以上, 好,我们再抽一张牌啊, 我觉得这组朋友其实我在往大了去猜, 我觉得有些人陪在你身边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甚至说你心里想的这个人, 他已经陪伴了你身边很长很长时间了, 好,这个脱单, 这次的脱单的对象, 它的能量整体的话都很好, 它是出现一个很正向, 很积极的牌, 因为所有的牌都在指向着说我们内心的安全感, 以及说是我们想要去寻找的答案, 还有的话, 我刚才就是说我们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是很渴望着说是周围人的一个稳定, 能够给你带来内心的上面的一个安全感和平静感, 所以说这里出现的最中间的一张牌呢, 就是来自于百合花, 百合花它就是一个非常平静, 然后又很长久的关系再到这里, 所以说这一组的朋友, 我们有的时候说求人得人,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 你渴望着什么, 这一次宇宙给你安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对象, 这次的脱单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段缘分, 而且说它的真诚度会非常的高, 狗狗牌在这里的话呢, 这段恋情应该是双向奔赴的, 不是说你暗恋了很久, 或者说是它暗恋你很久, 我觉得它的出现一定是能够让你觉得很心动的, 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们, 今天抽到的所有牌当中应该属于你们是最好的, 因为前面第一组和第二组抽过的, 抽到的雷诺曼的话, 让我觉得的能量没有那么的简单, 也没有说那么的清晰感, 但是你们到这里抽到的牌刚刚好, 你心中渴望的那种恋爱的感觉, 然后再到这里, 它是整个都体现出来的, 是一种说前后乘上旗下的这个作用吧, 所以如果说丹论雷诺曼这三张牌的话, 那在今天三组里面, 你们抽到的是最好的, 当然的话, 我们等会还会抽塔罗牌, 看一下这个人的特质, 目前为止, 我觉得你们是赢了, 你们这次收获到的恋爱啊, 恋情, 它比别人的应该会更好一点, 然后这组朋友, 你们的一个恋情的话, 我觉得跟三的数字很关系很大, 一部分朋友就是, 如果说你跟他已经认识了, 甚至说你已经跟他在关系当中的话, 那你们对应到的时间节点就会是三月份, 还有一部分朋友的话会是六月和九月, 所以我也说第三组朋友, 你们和三真的很有缘, 你们恰巧就是第三组, 然后这个拓单的关键时机, 要么说是三, 要么是三的倍数, 非常的稳, 而且说你看我们的神运卡九, 十九和六, 它也是和三相关这样的一些数字, 三这个数字, 我觉得可能会是对方的生命数字, 或者说是你们的, 但是也有可能说这个人, 你跟他认识的时间是以三的倍数, 三的周期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 然后这一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话是有一种, 有人在向你们示好, 对身边有人在向你们靠近, 但是你可能把他们过滤掉了, 因为你在等待着说一份非常适合自己, 然后很稳定很长久的一段感情, 或者说你会觉得这些人, 他好像没有对你有特别的意思, 你觉得他们就是你的普通朋友, 普通同事, 但是其实这个人, 我觉得他对你表现的能量,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你仔细观察一下, 会发现他对你应该说是会更加认真一点, 然后而且我觉得你的周围啊, 你周围的能量场当中,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在守护的能量, 就是他会给你一定的空间感, 给你一定的这种喘息的时间, 就不会说让你觉得非常的紧绷, 然后的话呢, 我也觉得, 因为玫瑰, 这个不是玫瑰, 这是百合花, 百合花再到这里, 它就是一份细水长流的感情, 那首先来讲的话, 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 如果说这个人, 你已经认识了较长的时间的话, 你当下来看这期的视频, 其实是关于你们之间的未来, 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 因为你会有一点怀疑说, 两个人的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当下的话, 可能两个人更加倾向于说是亲人啊, 或者说是朋友之上的那种关系, 就是你有一点难以感受的当中, 爱情的能量到底有多少, 所以有怀疑说, 这个人是否会在未来陪伴着你, 对, 你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到这个, 这样的这条视频的, 那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会陪伴着你的, 因为你们三张的雷诺曼这个牌都很好, 尤其是说我们刚才说, 你会在这个恋情当中得到什么吧, 我突然就有一点卡, 可以看到他接下来就出现一把钥匙, 我们有说到, 你们的心的话呢, 是需要一把钥匙的, 然后随之里诺曼就出现了这把钥匙, 我觉得安排的还是很巧妙的, 那宇宙其实就在告诉你身边陪伴着你的这个人, 他一定能够去解除你对爱情当下的一个困惑的, 也许说他需要时间去证明, 对, 有一些答案他可能随着时间的流动, 他就自然的会逐渐的浮现出来, 会有一个答案到你的面前去的, 那还有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组朋友, 你们的情感生活啊, 我觉得你们所期待的这个爱情, 其实有一个过去的能量, 对, 你们在有一个记忆被封存在到那里了, 有一个人他卡在你的心里, 没有办法让你可以说是很快速的, 进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 如果说你当下心里真的对过去的某一个旧人, 念念不忘, 或者说实在是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过去的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话, 那你的这个脱单的时间它就会比较慢一些了, 这能量它堵在这了, 你看你的这个出路它就横在这里的, 你们的能量卡在过去的一个人事物上面, 所以你们一定要是说找到一把钥匙, 让自己可以重新的开始, 或者说你在看到这把钥匙的时候, 不要说是过多的犹豫, 虽然说过去某个人给你带来了一些伤痛, 或者说是过去的这个人他不舍得离开你, 他有一点说抓住你的手然后不放, 但是你可能要去推自己一把, 让自己去迎接新的能量, 如果说一个人他在那里消耗着你, 或者说长时间这个关系没有推进的话, 那可能说你们会离下一段更好的爱情距离会非常远, 你们要去抓住宇宙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用塔罗牌来看一下说啊, 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 我们来抽牌看一下, 好我们这里其实抽到了宝剑二, 但是他又掉下来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宝剑二的逆味, 所以说这个人的话他心里可能说跟你的感觉有一点类似, 就是你们属于那种都是渴望爱, 然后又有一点害怕爱, 所以因为宝剑二的话他其实是那种心里有所抗拒, 两股力量在对立着的状态, 然后他其实就在这种两种想法, 或者说两种状态当中呢, 在那里犹豫纠结, 有一种徘徊的力量在到这里, 所以这个人要么说是单身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要么说其实他也在怀疑自己能不能遇到真正的爱情, 有一种怀疑的能量, 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说对于对方啊, 我们现在说的是对方, 对方他可能会对这个感情不是说特别的有信心, 对,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出现就是互相去印证对方, 给对方很多爱的力量的支持, 让你和让他都会相信未来的人生之路没有那么的孤单, 然后摔倒的时候, 然后摔跤疼了的时候, 有人会去搀扶你一下, 有人会去拉扯你一下, 这样一种感觉, 对, 然后还会是能够感觉到未来这段感情是有人陪伴着你, 也会发现自己原来真的是很被其他人需要着, 可能对方和你一样都是蛮希望有人能够去陪着自己, 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在情感上, 在思维上, 能量上帮助到自己, 或者说提升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 这个人在渴望着的一份恋情是来自于说灵魂伴侣这样的一个存在, 是希望未来可以手牵手走到一起, 所以他会是一个在感情当中很犹豫很纠结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对爱情渴望很高的人经常出现的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办法很认真地开始一段恋情,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去投入其中的时候, 很容易啊就整个人陷入其中, 或者说更容易被自己伤害, 被自己伤害, 被自己喜欢的人伤害, 然后这里的话圣碑的女王, 圣碑女王出现到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能量上离你不算很远, 或者说对方融入之后就能够看到跟你之间很快速的有一个结果, 你会觉得这个人很适合你, 圣碑的女王我觉得这个人她挺浪漫的, 水象特质还是比较明显一点, 挺浪漫, 她的浪漫细节之处就是她会是对情感, 对情感感觉要求很, 就是要求比较高也很看重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跟对方的话, 因为你们可能是理性和感性都会有的, 对方其实他这样一个感性的存在, 会让你对于爱情有更多的渴望和信心, 如果说你遇到的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也许说两个人更适合一起去工作, 一起去为未来然后去发展, 但是这个浪漫的一些东西, 可能它就达不到我们内心的一种需求了, 我觉得其实对方啊, 他也是在在等你, 某种程度上说对方和你能够走到一起, 都是需要去打开自己的舒适圈, 更多的让自己去接受不一样的能量, 去体会这个世界不同能量的一个碰撞, 以及说是这样的一个, 他在接触的时候, 其他人的一个能量, 给自己内心的一种震撼感和一种碰撞的感觉, 好, 我们这里的话抽到了心碧石, 心碧石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属于那种, 一旦爱上, 真的就是不管是情感上来讲, 还是物质上来讲, 付出都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自己的话属于那种生活啊, 工作都安排得很好, 然后也会是那种, 在工作当中花费很多时间, 对, 你们的话我觉得是偏向于理性, 但是理性的同时, 也会是想要在内心当中渴望着一些爱情, 你们跟对方真的, 我刚才已经都说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强调, 内心当中是有点恐惧, 不太敢去争取, 然后甚至说是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去得到爱情, 这样的一些能量, 但是呢, 你们两个人一定会是在某一个合适的契机遇到对方, 觉得说原来给别人爱, 和相信别人会给你们爱,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好, 我们再来抽抽看这个人, 还有哪些的特质的能量给到我信息, 好, 这里我们抽到了力量牌, 力量牌出现的话, 这个人真的是爱你之后, 或者说在爱情当中投入之后, 去付出很多, 然后也是一个给到自己的恋人很大的支撑感, 这样的一个存在, 说实话, 我们第三组朋友们, 可能最近你所忙的事情是和爱情无关的, 可能说你在准备考试, 或者说工作当中的一个准备竞争啊, 考证等等的一些事情, 我会看到的话呢, 对方出现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能够给你一定的帮助, 或者说对方会很肯定你的付出, 他是一个说没有那么的在意结果, 但是很在意说中间陪伴力量这样的一个存在啊, 我觉得对方会给你很多的表达, 给你去讲述对你的爱, 但是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的积极, 然后并且说是对方给你陪伴力量的同时, 我觉得他会是一种很为你开心, 就是你做的很多事情, 他就发自内心的去支持啊, 去赞成这样子, 好, 我们这里, 哇, 抽到了权杖时, 很美满, 这段感情未来的一个丰收的程度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人一方面来讲, 我觉得他是挺成熟的, 成熟的话, 一个是来自于说他过去生活当中的一个积累, 还有的话, 他其实会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个付出, 嗯, 他是一个很能承担责任, 而且说在家庭当中愿意去付出很多的一个人, 他不会觉得说爱情是他的加油站, 婚姻是他的加油站, 加满油之后他就跑掉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负重前行, 他把婚姻和家庭的能量去压在了他的身上, 以及说他感受到家庭给他的美好之后呢, 他会更加去有力气的在为自己的家庭和自己喜欢的人再去付出, 好, 然后我们再抽浪漫天使看一下, 这段恋情你和他的未来会有多么的幸福, 他给你的这样的一段缘分是有归宿感的爱,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爱, 我们来看看, 哇, 孩童出现了, 孩童出现的话, 其实这份爱情很简单, 两个人的目的很一致, 但是说实话, 跟我们刚才抽第一组和第二组, 第一组的时候, 我也说他们是灵魂上的连接, 第二组就直接抽出了灵魂伴侣, 但是你们的话, 我说这个灵魂上很相近, 是因为你们内心小孩的一种类似感, 而且说相处起来很活泼, 甚至说你们当下是很成熟很稳重的, 也许跟他在一起之后, 就会变得幼稚一点, 你们之间的能量靠近是来自于吸引力, 你看我们刚才开始就抽到他的第一张牌是来自于保健二嘛, 保健二就是一种犹豫, 再犹豫的话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问题, 因为最终他还是会走向你, 还是奔向你, 你也会逐渐的向他靠近, 这份爱的话, 他的一个单纯程度是非常足够的, 两个人对于对方, 都是真正的因为爱, 不是因为合作, 也不是因为对方比你强, 你就出于一种木强的心理喜欢的, 真正的是很纯粹的两个人内心当中的一个吸引力, 是一个说没有掺杂很多杂志的, 是那种很纯很纯的爱, 我知道可能有一部分朋友都已经, 你可能说年纪很成熟, 四十多, 甚至五十后都有, 但是说过去的一些感情上的分离, 并不能够去让你成为一个很复杂的人, 或者说阻挡住你去寻找爱情的一个脚步, 过去也就像是我们开场所说的, 某些人之间的一个错过, 正是为了让你去遇见对的人, 他错过了某些人, 你错过了某些人, 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一起, 真正的走到一起, 也正是分离这件事情, 让你们感受到爱情给你的深刻意义, 又会是怎么样的, 对, 我觉得你们这份感情离你其实很近, 我觉得这个人在你身边的能量还是比较多的, 他跟你可能在小时候, 很多年前就已经认识了, 已经遇到他了, 然后可能还有的话, 就是这个人可能是过去啊, 跟你有一些纠缠的人, 过去的纠缠, 然后并且说阻碍你们得到最终这样一份非常美好的爱情, 但是通过吸引力, 你们两个人又再次的走到一起, 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 这个人可能就在你的部分啊, 就在你身边的左右,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说是意识到他, 你还没有看向他, 虽然他陪在你的身边, 但是你们两个人的目光, 还没有说真正的接触到一起,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 他离你到底有多远,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定义, 如果他离我们很近, 但是你不去看向他, 或者我们没有到那个重要的关键的时间节点, 然后没有去真正的去接受对方, 或者说给对方一些机会去展现的话, 那他就会跟我们的距离其实是非常遥远的, 因为这个遥远就会是涉及到新核心之间的距离的遥远,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心里的很近, 但是当下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能量在干扰着你们, 那你们也很难去走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份恋情的话, 最终我觉得对你而言真的很不错, 因为我会看到这份感情很和谐, 很平衡, 很公平, 对, 我觉得对你们来讲都非常的不错啊, 你们会在感情当中很理性的看待, 哪怕说中间可能会经历一些异地恋, 或者说有的时候聚少离多, 有一些珠差, 但是你们在感情当中呢, 就会是看一些事情, 分析一些事情, 很多事情来到你身边之后, 可能你还没有说是做好一个很充分的理解, 但是当你真正去经历的时候, 你觉得其实还是蛮好的, 这份爱情啊, 它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们愿意接受的话, 我觉得门当户对的能量是很多的, 就是你会跟它之间很匹配, 从内心到现实条件当中, 然后这个一致程度都是很相似的, 但是可能个性上有一点点的差异, 但是我也觉得说是你们相互吸引的一个原因, 好,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第三组朋友们的内容, 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说是订阅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是领取好运, 我在这边祝福你们, 不管说是在遇到这个人之前, 还是遇到这个人之后, 都是可以过得幸福和开心, 以及说是寻找到真正的爱情当中的答案, 好吧, 那么祝福大家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